大家好,歡迎來到恭喜發財,一個離不開投資理財的頻道 在影片開始之前,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請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唷 接下來開始我們今天的個股教室 5分鐘看一檔個股 今天要來分享汽車零件供應商的公司D寶 股票代號為6605 2021年4月23日 股價收盤為63.2元 股價金質比PBR0.79 本益比PER17.75 蒂寶工業為一家汽車零件供應商主要製品師汽車車燈 1977年5月 公司的前身為名央行 以車燈零件買賣業務為主 1978年5月 於工廠遷移至入港鎮 成立創邀板金部門 並將於台中設立營業分部 至此加入車燈鐵製品零件生產的行列 1981年8月 成立模具自製開發體系 引進精密塑膠射出設備 從此展開車燈產品由開發、生產 到銷售一貫體系 1982年10月 成立外銷部門 以建立海外市場 1987年10月 於台南成立大燈製造廠 同年 成立台北業務辦事處 2002年8月 正式更名為地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3月 成為股票上市公司 地保工業在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2010年10月 連續6年榮獲台灣前20大國際品牌 2012年12月 響應政府台商回流 新營廠擴廠增產 2014年12月 榮獲國際品牌評鑑機構 評選為台灣全球知名國際品牌 Top35 英文品牌名DEPO的發音 只是取自於 DeerPort的諧音 因為公司的地址就位於彰化的入港鎮 而年營收超過150億的地保工業 在台灣、中國、美國都有據點 營收金額約佔台灣汽車零組件出口 總值了7.4% 在北美市場 更有超過三成的市佔 地保過去20多年來 每年都會將營收約5%的資金投入技術研發 也會定期到國內外車廠舉辦科技日 與車廠直接交流新技術 面對電動車、自駕車的新時代 地保為了因應新的交通趨勢 內部從4年前 開始研發整合雷達、光達的車燈產品 針對電動車商機 地保則是朝節能方向研發 在電路上做簡化設計 並搭配低耗能的LED燈具 目前地保正在進行張斌工業區 偵測13條產線聚焦玫瑰產品 並興建自動倉儲 提升物料物流管理效率 及導入工業物聯網 朝智慧型工廠邁進 新營工業區則規劃新建模具計研廠 就近協助新營廠 及第二研發中心生產 接下來看看股力政策 連續22年配發股力 目前還沒宣布今年配發多少股力 如果以去年1.5塊來看 目前股價計算殖利率為2.3% 算是一檔超低殖利率股 但如果投資朋友有耐心的話 等到公司配息未來回到4塊的水準 殖利率就能回到6% 雖然目前配息很低 但好公司難免都會遇到產業衰退期 但只要等獲利回升後 配息方面自然就會變好 以上給喜歡汽車股的朋友參考 獲利方面 2020年全年獲利3.56塊 ROE 4.07% 公司近10年來 毛利率都能維持在20多%左右 但卻在營業利益 與稅後盡利上呈現衰退 造成近幾年EPS持續下滑 所以短線上目前是衰退股 如果沒耐心等待公司獲利回升的朋友 請略過 而對公司有信心的朋友 請繼續看下去 資產狀況 每股淨值79.95元 信息流量39.6% 近10年來的長期吸金流都能維持在30%以上 每股淨值近5年來也維持在70塊以上 目前股價63塊離淨值還有一段距離 給喜歡用股價淨值比買進低檔好股的朋友參考 持股分級方面 400張至800張為5.441% 800張至1000張為3.474% 超過1000張為61.11% 三個大戶戰比總和來到70% 散物持股比例10張以下為11.71% 10至50張為8.055% 超過千張大戶目前在60-61%區間來回 散物的部分則是從9%上升至11% 短信上來看 籌碼目前沒有集中 但如果以股價淨值79塊來看 只要放得住 未來都有機會回到淨值 但前提是公司的獲利要回到原來的水準 才有機會繼續帶動一波漲勢 接下來看看公司股價月薪長期走勢 黃色區間為昂貴價 橘色區間為合理價 綠色區間為便宜價 目前股價來到合理價 以技術面來看到 公司目前在長期走勢的低檔 如果以最低檔40塊 與最高檔140塊來看 目前股價還呈現在中間值以下 加上每股淨值79塊 算是短線上來看的低檔股 但因公司獲利目前成績衰退 加上有官司案產生 短線上則要先看公司獲利狀況能否回穩 與官司案結果是否樂觀 再來決定要不要納入投資組合 以上給大家參考 總結來說 車燈是一輛車最不可欠缺的零件 不論是未來產業趨勢轉向電動車 還是保留現代車種 車燈也不會因此被時代淘汰 加上有人為因素、車禍 都會使這個產品銷售不受影響 公司也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 選擇回台加碼投資預新台幣21億 顯示對未來產能與銷售都保有信心 而地保佔比最大的業務是AM 也就是俗稱的副產產品 全球市佔超過8成以上 雖然目前遭受賓士跨海訴訟案官司影響 但預計今年第二季會有結果 先撇開官司案來說 地保台灣廠區每年AM生產數量約2400萬件至2500萬件 在產能和研發佈局 地保交易廠20年底完工 主要從事BMC設出與加工 而台南新營模具廠預計2022年12月完工 相信以上這些都有望在為公司帶來更多的營收 目前地保也與紅華先進合作 規劃多款電動車的車燈研發設計 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打造出輕量化、模組化 以及更智能化的車燈產品 相信地保與紅海的策略聯盟合作 未來會在電動車市場打造一片天 或許買進地保是人人的夢想 但現實中卻不是人人都能實現 但只要人生懂得轉個彎 我們還是能用不同的形式買進地保 以上給想買進地保住的人參考 今天的5分鐘看個股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喔 有你的按讚我們會推出更多的5分鐘看個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以上圖片資訊來自台灣股市資訊網 內容資訊僅供參考並無推薦買賣之一 投資人應自行承擔交易風險